有个人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还猜不到吗 那些外国专场 降价是一定的 不过要降到 比我给他们的价格还要低 这些专场肯定会亏损的 你是怎么说服专场老板的 这有什么可能的 丹尼尔先生做事向来赶尽杀绝 吃过你苦头的人 当然要同仇敌看了 你做得很好 这一次我输了 谢了 只是个开头而已 这一桶是因为我肯定成它的 这怎么办 就是钱 这是我 你这是我 这个是 我 这帮我 你在这边 frontier 你 我 怎么不吃啊 牛排凉了不好吃的 快吃 我不吃了 没胃口 本来以为呢 就能进入水墓营造同业公所了 好了 现在泡汤了 现在是既不能开发江湾的地 也不能接什么大的项目 做什么呢 又去休斯坦啊 而且现在啊 这些外国砖厂都在联手降价 咱们如果再拿不到这个洋楼 和高层公寓的建筑资格 那光靠红砖支撑不了多久啊 是啊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 吃饱了才有力气想 对吧 吃啊 杜甫局请 好好好 南高 好像是小姐的声音 这不是浦江营造的丹尼尔先生吗 杜甫局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啊 这么巧 对了 既然见到你了我就跟你说一声 那个市政府关于江湾那块地的规划 已经出来了 一林的地皮统一都盖成高层住宅 为此呢 政府还专门发行了公寨 号召市民积极配合 和上海大开发 但是我怎么看着 那一林周边的地都已经起了地基了 丹尼尔先生 名下那块地到现在还没开工呢 你可是开营造厂的 得抓紧了 千万不要拖大上海计划的后腿 杜甫局 你还不知道吧 我听说 浦江营造厂 没有进入水墓营造同业工所 所以他们呢 没有资格 承建高档公寓和高级洋房 还有这种事啊 那丹尼尔先生 你得赶紧想办法了 一旦过了政府要求的开发期限 你还没有开工 那么政府是有权 强制收回土地重新拍卖的 是 多谢杜甫局的提醒 不客气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都说了 水墓营造同业工所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就是易离那块地 我记得你是以这块地为理由 跟我分的手 所以我一定会把他夺回来 你知道杜丸英是什么人吗 你知道杜丸英是什么人吗 你选择跟他合作 你就不管后果了 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只是要钱而已 跟他相比 你更可怕 告辞 我 我 我 他 他 我 他 我 你 我 我 跟您见面了 请您改天再来吧 那请问张会长的 这一位客人是谁啊 是永胜营造场的 傅韩君小姐 南哥 是小姐 张会长不见我们 走吧 南哥 我们苦江营造 这张会长也是股东啊 怎么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就不管我们了呢 你忘了 张炳坤也是永胜的 股东之一啊 那她就谁也不帮了呗 虽然小姐啊 把咱们苦江营造 逼到了这个份上 那也是你先弄的手 就你们俩的事 谁也说不清楚 我是觉得小姐挺可怜的 以前我在的时候吧 她还能跟我说说话 现在我都走了 她连说话 说话的人都没了 来 老狐狸 好 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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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块地上 在这块地上 原来 你看啊 前面这块区域 也要尽早规划起来 好的 我们要抓紧时间 记得了 尽快动工 知道了 来 这个你拿着 好 大哥 你这又是在干什么 我在勘察这块地的地质条件 南关头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营造师 也知道你希望浦江营造能光明正大地赢过永胜 但目前的局面来看 我还是希望你先找到一家有资质的营造厂 把项目建起来再说 这是前两天的报纸 你看一下 上海自改设特别事以来 市政当局 从锐被整顿 不遗余力燃种种建设计划 非以缺乏人才而不能实现 实为经费所恶 位已发展 属我一大憾事 什么意思 大哥 我想请你替我安排一下和吴立伟见面 我想我们浦江营造 应该有资格可以开发这块地 吴立伟 你不是不想让他成为浦江营造的靠山吗 我不想让他成为我们的靠山 我只是想还给他上次救我们的人情罢了 我不得不说丹尼尔先生 真的是有点异想天开了 政府的规划图早就出来了 甚至有些项目都已经开始动工了 你现在却跟我说 应该有些高层公寓改成平民住宅 说我直言哪 这个事情你应该去找上海市市长 我想问一下吴副局 市政府为什么要大力推广大上海计划 当然是为了发展华界 能与租界抗衡 是啊 这上海实力洋场 风光无良 可是最繁华的地区呢 都在租界 所以市政府为了和租界抗衡 开发大上海计划 决定发展华界 所以在华界的规划图里 你也可以看到 处处都是高楼华府 每一处的设计 都予与租界比拟 可现在问题来了 即便是最繁华的租界 也有为平民建造的石库门 而华界的这个规划图里面 却没有百姓的一席之地 这个地方怎么能建平民住宅呢 这个地方开发出来 将会是上海市的新的石中心 将会是最繁华的区域 所以当然也应该建最豪华的建筑 是 没错 到时候那里会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 会住着无数无数的有钱人 可我想问一下吴副局 这些有钱人呢 要不要吃饭 要不要买菜 要不要买衣服 要不要坐黄包车 那如果要的话 这些卖菜卖衣服 拉黄包车的人 他们该住哪儿呢 市政府可以不建造平民住宅区 百姓自己会想办法 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 这些所谓的繁华地段 背后都藏着无数的窝棚区 他们自己会建造滚地龙 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我们现在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的话 将来的市中心再繁华 也会藏着无数无数的毒瘤 丹尼尔先生 我们明人不说暗话 你就不要再和我弯弯绕绕的了 你和我说了这么多 不就是因为你的浦江营造 还没有进入水墓营造同业公所吗 你没有进入公所 就没有承建高层公寓的资格 所以你希望 我去和上面说说情 把高层公寓改成平民住宅 这样一来 你的浦江营造 就有资格参与营建 我说得对吗 吴副局要这么说的话 意思差不多 不愧有一点不准确 好了好了 丹尼尔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很有道理 不过 这不归我财政局管啊 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你应该去找公务局 杜万英杜局长啊 只不过我看在 你是立东朋友的份上 我倒是可以去帮你拖拖关系 试一试 但是你也知道政府的事情嘛 这种意见 需要一级一级地往上走 方方面面都需要打点 很难的 刚才我说吴副局 说得有一点不准确的地方在于 这次不是吴副局帮我 而是我看在吴副局 上次出手相助 我来帮吴副局 你的意思是 我帮你说情 反过来是 你报答了我 帮了我喽 吴副局 这财政局呢 是众所周知的肥差 吴副局新官上任 就坐稳了第二把交椅 可谓是人前风光啊 不过我想这风光的背后 应该也有无数的忧虑吧 市政府要开展大上海计划 但这项计划 需要庞大的资金 刚开始发展 就已是资金困顿 所以我们在报纸上 可以看到 市政府呢 呼吁广大的市民 支持大上海计划 甚至还发行了 三百万的公债 但仍然预事无补 我在想呢 吴副局是不是可以 从财政局的角度入手 向上面建议 把原本要规划的 这两栋高层公寓 改为平民住宅区 如此一来 可以弥补 规划书上的不足 二来可以节省资金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 吴副局新官上任 如果能为大上海计划 做出这样的贡献的话 那可文美是一桩啊 你肯敢会认可 你说得 倒是可惜 好 我就去上面帮你说一下 不过就算你的意见 真的被采拿了 丹蝨先生 我也不敢保证平民区的改建区域 就一定是你的一林地团 伯父救援 这是我这阵子对规划的区域 做的土质看测团 你过目一下 一林这块地呢 虽然离市政府近 算是一个优质的地区 但是呢它算是江洼地区 土质尤其松软 如果要做成高楼公寓的话 可能要耗费庞大的资金 但是 如果要节省开支的话 这块地 是最好的选择 好 说得好 难怪浦江营造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就在上海滩闯出名头 丹尼尔先生事无巨细 考虑周全 沐某实在是佩服佩服啊 来吧 我们喝一杯 干得漂亮 梁冠涛 多亏你帮忙 吴立伟还因为这个提议 被上面点名表扬了 他一心想着跟你长期合作呢 他跟我说 只要你愿意 他可以把平民区住宅这个项目 也让浦江营造主标 现在咱们和他算是两不相欠了吧 就到此为止吧 这个人不能再深交下去 是啊 可是我担心 没有他帮忙 浦江营造中标 希望会很渺茫 不说其他营造场 单单一个永胜就很难对付 傅寒军和杜绍前 都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浦江营造连个打样部都没有 这次又是设计营造一喜经表 我怕你们在设计上吃亏呀 放心吧 大哥 我请了一个在华人界 非常知名的设计师 劳伦斯周 帮我们画设计图 我想啊 这次有机会 可以和他们拼命 好 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这块地的土质较为松软 软弱土层 负存的厚度较为宽大 所以即便是两层设的建筑 也会造成很大的沉降 我们现在要面对的 就是沉降问题 这是平民住宅区 市政府对于建造平民住宅区的预算 本来就不多 不只是地基 市政府要求 建造平民住宅区的每一个细节 都要节省开支 而且这片住宅区 又在未来的市中心 寸土寸金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提高这个平民住宅区的面积 以满足业主的需求 大家都明白了吗 我 我没听懂 没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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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我想我 应该是有数了 好 那我们就即刻开始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你要是累的话 就先回去休息吧 你都熬几个大夜了 这样会伤脸的 伤什么脸 我好看的 瞧你心里美 秦南 你快来看 快来看 我想到了一个 精妙绝论的设计 太好了 你看 不 我们终于完工了 辛苦了 周先生 来 坐下来喝杯东西 好 来 丹尼尔先生 也一直在和我并肩战斗啊 还给我提了 很多很好的建议 虽然丹尼尔先生不是设计师 但是对建筑设计 还是颇有见解啊 是这样的 之前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师朋友 我经常看他画图 他也经常跟我说些设计理念 所以啊 耳濡目染的 我也会一些了 不知道丹尼尔先生说的 这位设计师朋友是哪一位啊 值得你如此推崇 我也很想认识一下 下次吧 对了 周先生 依您看我们这次的设计 有多大机会可以中标 咱们的设计低成本 解决了土地沉降问题 又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 我觉得我们的设计 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嘛 在周先生的这个设计里面 特意压缩了弄堂的宽度 零点四米 缩小了房屋间的间距 而且比起一般的设计呢 可以多建造两栋房屋 不过我觉得最巧妙的还是 就是你用这个横向条纹铺设地板 使得整个弄堂更有延展性 整个平民住宅区呢 也毫无压迫之感 可以说是实用与美观兼具啊 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中标 辛苦了 应该的 这是做法 这是做法 我做了法 明天招标会就一定可以中标 做法 你要真那么灵光 你就应该对着那些白鸽票 彩鸽票什么的做个法 那样你要真中了大奖 一辈子一失无忧 那是偏财 浦江营造 你好 南罐头 是我 大哥 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我从无理委那里得知 明天的招标会 副市长也会去 虽然他不是评委 但是如果能得到他的人口 可比任何一个评委的话都有利 你看看 要不要提前做些准备 你的意思是 我听说副市长以前也做过工程 我先帮你搜集一下 他做过的工程资料 你心里有个数 今天晚上七点 他会在一品箱设宴招待市政府官员 到时候你过来 我找个机会 避开杜万英和吴立伟 让你见见他 好吧 那今晚我一定到啊 今晚和大哥有约会吧 有美女吧 有啊 要不要一块来啊 好的呀 出事了出事了 炸北棚户去着火了 着什么急 炸北棚户去着火 关你什么事 那个那个 摇峰跟彩萍不是搬那儿去了吗 快 快 快 你找火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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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快快 我给你走下啊 来 走下 这就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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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没事了 没事了 来了 怎么样 好 来 慢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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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酸部不够了 好 慢点啊 快去拿一下啊 好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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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